首先我們就在烏膠騰那裡出發 經過阿媽窟和昏水澳就會去荔枝窩村 那裡參觀完之後我們就會走過去三亞村 在三亞村那裡我們就停下了吃東西 然後就走去蝦苗田 雙苗田 再去九淡洲那裡看紅葉之後就會出回烏膠騰 我們就不是在停車場那裡入口入的 而是走到後面那裡 沿越慈心路走的話就會見到一間很小的樹屋 這裡可能以前就是一些珠欄的建築物 但是等它塌了之後就會剩下這棵樹的氣根 圍成一個四方形 將原本建築物的輪廓勾畫出來 我們就進來這條山口 那就是呢 在那裡ZG這樣上山的 那主要都是這些比較大塊的石頭 那這個位置呢 我們到了昏水坳 然後呢 右邊那條路呢 就是如果走吊燈籠的話 就是這邊下來的 那我們呢 就會走左邊那條繼續走 嘩 嘩 好像跟剛才完全不同 出來的一個位置呢 就沒有剛才那麼多樹 那就要開始曝光了 部分了 我们在去的荔枝窝村 是新界东北地区历史最悠久的乡村之一 已经有300年历史了 然后大约有200间屋 那时候村民以耕俗为主 但是1960年起 村民陆续都搬走了 出去市区谋生 离开了荔枝窝村之后 我们就过了一条小桥 然后就会向前这个方向走 那我们一走的这里就是荔枝窝自宜步道 然后一路走就行了 在荔枝窝的后面 就是一片有极高生体价值的红树林 在这里的本地树木种类很多 还有也有很多种的捕鱼类动物和蝴蝶 就是荔枝窝 我們經過洪水林之後 就沿著這個方向走到三馬村 這些就是我們剛剛吃的木瓜 我們吃完東西就繼續走 過了這個三馬公廁之後 就會有這個上和下路 我們就會走下面那條路去胡椒藤 我們首先去了碼頭那邊拍照 因為那邊很漂亮的 我們在這裡拍照 我們要來拍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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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我们沿着水边走 所以路都会很窄的 在这边沿路走也有一些红色的石 看这边,还有在水里也有一些红色的石 这个是水涨,所以走不了 我走上不了 如果向相反方向走的话 这个位置就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休息 我们现在已经去到下苗田了 我们差点去上苗田就到了 那我们就走完了今天要走的景点 那我们现在最后就是出去啦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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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